好,看第二个东西投了之后我们先走 我现在找女朋友 就一个要求 一定不要太胖,要骨感 我认为骨感美才是真的美 我还想找个比较粘人的女生 因为我就比较粘人 我一天能给对象打40多个电话 每个电话都不会太长 时间加在一节 可能就两个小时左右 做我女朋友,你一定要工作 哪怕是在酒吧里喝啤酒 我也能接受 但是绝对不能在家待着 原本我打算25岁以后 再来全程热恋找对象了 但是我一想25岁以后 我可能就有车友房了 那个时候我就怕感情不够纯粹了 所以我就提前来了 关于彩礼方面呢 我也有自己的要求 我宁可给你一颗10万块钱的赠戒 但是我也不想给你10万块钱现金 因为我不想我们之间的感情 像都是金钱交易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你愿意跟我走吗 小伙儿 你说当你有房有车的时候 你再找女朋友 就是说什么不纯粹了 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其实是这样的 现在这个社会上 无论男生还是女生 肯定会存在比较物质化的人 是的 你说这个 所以说到那个时候 可能我会分辨不出 她是一个真心喜欢我的人的人 还是说她是喜欢 她以后没有负担生活的一个人 小伙儿 我按照你这种逻辑 我是不是也可以说 其实我可以30岁在找对象的 但是我怕我30岁的时候就瘦了 然后喜欢我的男人 就是因为我长得好看 才跟我在一起的 所以我不能减肥呢 可以 你可以这么去想 可以这么去想 好了 你赢了 周哥没事整得难看点 要不然所有的男的 都是因为你长得好看 才跟你在一起 我也有特意整得这么可人 你的意思就是 我必须在那个难看之前找个对象 整好看了 都是奔我好看来对吧 是这样的 我只是说是在一个某一个方面 而不是说是我指全部 但是我感觉你 我只表达的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 你表达的只是一个客观原因 我面证就是因为你刚才说 说你25岁来的时候有吃热房了 然后那个怕有些女孩 我跟你说 我们其实一点都不务实 如果我看着你这人 别说你啥都没有 你就身无所有 我就想懂你了 我也能给你俩过 就你有吃热房 你趁再多钱 我没想懂你 规定一求我 给我多少钱过 我都不能给你 周哥我就给你一句话 你就是你 在一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你 你代表不了其他人 或者说其他人也代替不了你 你的意思我懂 就有的人 有些女孩 她是一个失恋 看你有钱就给你过 没钱就不给你过了 但我不是那种的 所以我就把灯灭了 所以说我 我就会感觉 你不能因为一只鱼 把我们这一锅 那个粥都给行了 你看印度的长得 长得好看还不物质 你看过女神气的 女神给他两句 没有 9号的1 我是要帮她的 其实她我觉得 应该是可以这样理解 她是想和她 共同去创造这个事业 而不是她创造完之后 她会去想这个女孩 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吗 对 谢谢 周大 如果你找的这个姑娘 到最后是因为你的房子和车 而发生了质的改变 那只能说明你的眼光太差了 那现在是场上十六盏灯都灭了 反转缓解 爱撒撒地 选一中人不行吗 选 选一中人不行吗 可以啊 来看一下小伙子上场的时候 选择的一中人是谁 13号 刘育尔 来 掌声有请 还想给个回家去 我也是第一次做一中人是吧 对 什么感觉 特别意外 为什么把灯面了 因为她年纪比我小 你多大 25 小伙子 我23 23 我不想就是找一个比我小的 我想找一个年纪大的 然后能包容我的 你有什么需要包容的 就是我脾气不怎么好 然后就特别小孩 任性 其实是这样的 我也不就着你的问题 是刻意地迎奉你 我只能说一下 我能做到些什么 我在生活中也是这样 我的朋友圈 基本上都是 比我大 五岁八岁十多岁的人 所以我想跟我 就是更成熟的人在一起 完了还有一点就是什么 我这个人怎么说呢 心比较大 心比较大 你脾气好不好吧 脾气 能不能容忍有一些人 有一些笑脾气 这东西其实咋说呢 女生嘛 女同志 她耍脾气是她的特权 耍性子耍无赖 也都是她的特权 男生是做什么的 包容 假如说 真正遇到一个 真正发自内心喜欢的东西 这个人 哪怕她把天捅个窟窿 我也能撑住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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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们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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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